大家好,欢迎回来偷闲食堂 今天我们要做的开包就是香港的叶饼 大家好,欢迎回来偷闲食堂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开包 就是这个 香港美心精美礼盒 就是迷你叶饼 这个就是香港美心的一个 2020的一个叫做迷你叶饼 它的size是比普通的叶饼的size 大概有点小 所以我们来开包看看 这个是它的认证的QR Code 然后这边两个叶饼呢 就是一个是美心迷你叶饼 然后一个是白莲蓉 一个蛋黄白莲蓉 一个是蛋黄莲蓉 一个是蛋黄莲蓉 所以一个是白莲蓉 一个是莲蓉 然后这个是它的盒子 所以我们来开出来看看 它一盒呢就是70克 所以两盒就140克 这边还有写香港制造 所以来开包 这个红色罐子 还有写香港制造 美心叶饼 这是2020的那个 精美礼盒 所以它的size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普通叶饼的size 这个是美心叶饼 所以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有差多一点 它的mini mini叶饼 所以这个 它的size是这样 这么大 然后这个是 所以它是大概是有一点小 不过算起来也不是太小 就可能 这个是一粒的话 这个是它的四分三 大概有四分三 这边也是有写到它是 蛋黄莲蓉叶 OK 我们来开开 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它上面看起来是一层油 所以可以保持着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不会太干 所以它的size 就是会比普通的叶饼 小一些些 因为它是属于mini叶饼 来 现在我们来切来看 OK 现在我们来把它切开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蛋黄汁 这样子 然后它是传统的饼皮 然后里面有那个莲蓉 然后这是一个蛋黄 它的表面呢 是会比较有一层油 所以比较湿 不会吃起来太干 来我们来试试 这个就是美心叶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就是它的蛋黄 然后莲蓉 然后它的饼皮呢 也是很薄的 这样吃起来它的那个莲蓉呢 和那个蛋黄的味道呢 结合起来就是真的很香 而且可以嗅到它 这上面呢 它这层油呢 是很香 那个一层油的味道 它的莲蓉呢 做的很滑 而且那个吃起来呢 它的那个甜度不是很甜 而且吃起来跟这个蛋黄的结合呢 吃起来就不会太腻 因为有时候你吃一些啊 莲蓉呢 没有蛋黄的呢 你会觉得哎 这个好像太甜了 就一种味道甜甜的 不过这个你吃了甜的之后呢 你还吃了一些蛋黄的香味 还有那个鲜味 你会觉得哎 吃起来不为腻 而且吃起来很爽口 而且它的这个莲蓉呢 就不会太干 所以吃起来呢 就不会太 整个吃起来好像嘴巴干干 好吃 你喜欢吗 这个夜饼呢 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你还有可以收集这个小小的一个铁盒 这个 还有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大铁盒 就是四粒装 这个是大粒装 我觉得这个大粒装比较可爱 就是因为它一盒一粒 而且 这个铁盒呢 是 啊 有种传统型的那种铁盒的感觉 而且它 还蛮有技能价值 因为它就没有写2020 在这里 OK 记得记得 请订阅和分享哦